竟是之内 徐颖 黄宗熙 王条顶居客位 赵汉独自坐在主位 黄宗熙首先说道 殿下若遇附设内阁 石曹该置内阁之下 还是该置皇权之下 石曹执权必须调整 若石曹置于内阁之下 恐怕应该拥有审核之权 否则就成了内阁的传声筒 王条顶笑道 石曹如果具备审核大权 就又回到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内阁是中书省 石曹是门下省 各部是上书省 一模一样 权则都没变 徐颖则说 石曹若分出去 必须重新设置秘书院 否则皇帝就变成睁眼瞎 任由文武百官拿捏 黄宗熙说道 如果重设秘书院 一旦遇到戴政之君 秘书院必定演变为由文臣掌控的私礼监 到时候 内阁就变成了传声筒 秘书院则变成新的内阁 大明内阁 最初本就是皇帝的秘书机构 三人继续争执着 赵汉听得一脸无奈 黄权与湘权 就是这么不可调和 从来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赵汉如今不设内阁 石曹直接听命于赵汉 六部执行石曹传达的命令 等于皇权与湘权融为一体 朱元璋当年也是这么搞的 这种状态 肯定不能长久 需要皇帝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 遇到事多的时候 皇帝有可能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赵汉现在就累得要死 而赵汉的子孙后代 能一天工作八小时 便已称得上秦政之君 是肯定要把相权分出去的 相权分出去越多 今后的皇帝 就越有代政的机会 而拿到相权的内阁 不会满足于现状 只会对权力越要越多 便如唐代的三省六部制 本来是三分相权 结果 先是中书 门下二省 夺走尚书省的相权 接着中书 门下两省合并 被三分的相权重新合而为一 明初的内阁 不过是秘书 顾问机构 拉着汉林愿一起夺权 当内阁成功夺权之后 便把汉林愿一脚踢开 皇帝只能用太监分走相权 当内阁无法跟太监争斗时 竟然跑去燃指布权 执行权 并且把负责审查 签署 风博 传达的六颗收下当狗 文官靠不住 太监同样靠不住 皇帝一旦重用太监 太监立即就抖起来 根本不想着干政事 凭借权力疯狂捞钱而已 因为干政事的太监都没好下场 必然给皇帝背黑锅 每当出现一个重用太监的皇帝 文官都会在新皇继位之后反扑 并且趁机让相权变得更加壮大 该怎么平衡与制约 没法平衡 没法制约 赵汉不可能搞出什么议会 平民是不可能参加议会的 或许开国之初可以 但两三代之后 议会里就全剩下利益阶层 他们为了自身利益 必然不顾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赵汉叹息道 便不再争论了 先试着做作 今后慢慢调整 时曹由皇帝和内阁双重管理 徐颖 王调顶 黄宗熙三人面面相去 这下好玩了 就是变相的唐代三省六部制 内阁负责决议大事 时曹负责审查签发 各部负责执行政策 大明是司礼监和内阁争斗 赵汉这里是内阁与时曹争斗 还是那句话 没有什么完美的制度 今后会变成傻鬼样子 子孙后代慢慢头疼去吧 后世的君臣自己会做调整 徐颖突然来一句 今后的女官考试 应该由内庭自己负责 这是自然 赵汉笑着说 不但由内庭负责 而且报名考试的女子 必须是各地的中学毕业生 设置大学之后 甚至必须是大学毕业生 在赵汉的设想当中 小学 中学 大学毕业 类似获得相应的科举资格 每年在组织非常严格的公考 考上的可以做官 考不上的没有任何世身优待 并不限制女子参加公考 但传统观念作祟之下 恐怕能当官的女性并不多 就算当官了也很难正常升迁 考内庭女官 是赵汉留给他们的另一条路子 在内庭当官几年之后 可以辞职重新回到民间 算是在皇城之内度议曾经 别扯什么文官利用女官控制内庭 控制不住的 谁敢这样做就是找死 顺便一提 清朝宫女是内务府征兆 但如果是八旗秀女 则通过户部入宫 要么做嫔妃 要么做高级宫女 哪个户部官员敢通过秀女控制皇宫 即便是明朝海选妃子和宫女 看似由地方太监负责 其实是各地文官帮忙海选 而且 大部分文官都避之不及 生怕自己表现太积极 会影响自己的官生和名声 赵汉这次让六部官员帮忙挑选内庭女官 是因为内庭还没建立起来 不让文官帮忙 难道让赵汉亲自负责 跟徐颖 王调顶 黄宗熙讨论之后 赵汉又召集各部官员详细讨论 最终确定了最新的中央机关结构 今后的国家运转如下 皇帝 内阁 石曹 石部 四大机构 小事由各地官府处理 大事则层层上报 石部把事情交给内阁 并附带自己的处理建议 内阁进行商讨决策 尽量采纳石部意见 如果不采纳石部意见 必须在内阁进行讨论 并给出自己的正当理由 内阁决策之后 交给石曹审核 审核通过 石曹再交给皇帝过目 皇帝同意并签字 石曹便可签发 具体交给石部去执行 一般情况下 如果内阁 石曹 石部的处理意见相同 皇帝不能轻易驳回 这三大机构 是互相竞争的 他们如果意见统一 那就不会有什么错误 真要联合起来搞皇帝 肯定是皇帝出了啥问题 或者是整个文官系统已经彻底崩坏 又或者是出了一个左右朝政的权臣 同时 皇帝的工作强度也降下来 三大机构意见相符的正是 皇帝可以抽看或者略看 只有两大机构意见相同 皇帝应该细看 若是三大机构意见迥异 皇帝就该把相关人员叫来集体商讨 这样做以后 赵汉每天的工作量 肯定能下降七成以上 赵汉不是朱元璋 那位秦政过头了 甚至亲自处理皇城失窃案 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过问 事情既然定下来 各级官员也要做出调整 庞春来担任内阁首府 李邦华担任内阁赐府 田友年担任普通阁臣 内阁暂时就他们三个 另外 还有一大票中书涉人 相当于三位阁臣的秘书 十部 十曹官员 也各有签调 特别是十曹主官 全部由各部右侍郎调任 赵汉的秘书们悉数被外放做官 徐颖继续搞情报工作 与各个部门对接 但只受赵汉本人管辖 一下子扩编许多机构 而且还有许多女官 宫女 赵汉这地方快住不下了 女官们都得挤人一间屋子 费纯正式签为财部上书 银行那边交给他人打理 国库里还有多少钱 赵汉问道 三百多万两 费纯详细回答说 这次大战之后 赏工 抚恤用了许多银子 搞移民又用去许多银子 登基大典的花销 得控制在五万两白银之内 这五万两预算 包括在南京修建阴魂庙 修复旧皇城里的设计坛 朱元璋当初在南京称帝 登基仪式也极为简单 就是先祭祀天地设计 然后官员朝拜 赵汉的打算差不多 但他要先祭祀烈士阴魂 接着再祭祀天地设计 然后让官员们拜一拜就搞定 这些烈士 不仅有正兵和农兵 还有历次战争牺牲的百姓 祭拜他们 相当于祭拜万民 赵汉说道 我不打算搞黄装黄殿 只在五星镇有一百亩丝田 今后皇室不治私产 但国库每年需供应内堂 你觉得每年多少银子为好 费纯也不清楚 试探道 每年一百万两如何 太多了 占定每年十万两吧 赵汉说道 如今皇室人员不多 女官和宫女数量也不多 每年十万两是肯定够用的 今后还会增加 具体多少 是情况而定 而且 不能像大明皇帝那样 一缺银子就动用国库 皇帝内堂和国库必须分开管理 国库每年拨款作为皇帝内堂 若要调整内堂数额 需的内阁 十槽 十部联合商议 费纯问道 皇室用度 是用内堂银子来采买 还是由民间供给 内庭自己花银子采买 赵汉说道 大明的皇室用度 是自造 采买和供给三合一 自造 就是内庭自己开工厂制造 还有皇庄种地产粮食 宫女甚至还会访布 民间供给 是各地超官的官税 直接收取一些食物 比如木料之类的 其中一部分送到宫中 还有就是特定食物课税 由各地太监征收 交上来直接送去内庭 再加上采买 反正搞得乱七八糟 越是混乱 越是复杂 太监和官员就越能从中于力 赵汉的想法很简单 由国库每年拨款给内庭 内庭在拿着银子买东西 虽然采买过程当中 肯定也会产生猫腻 但总比太监跑去地方瞎搞更透明 如今 江西 湖南 广东 福建 浙江 江苏 安徽 七省地盘的年财政收入总和是1300多万两银子 这个统计不完全 因为许多农民直接交粮食 真正的赋税总和估计超过1600万两 其中 工商税和关税正在迅速增长 今后肯定还能继续增长 仅上海 宁波 福州 广州 澳门五大港口 每年的关税收入就超过500万两 上海的关税增长尤其快速 明年极有可能翻倍 另外 改革盐法之后 盐税也在不断增加 两淮盐厂 已经基本普及晒盐法 这玩意儿 是明中期的福建 广东盐厂发明的 但一直无法推广到两淮 因为两淮这边的海水含盐量更低 徐光企在天启年间 就改良过晒盐法 让两淮盐厂也能晒盐 可惜 官僚作风 推广缓慢 现在改成私盈之后 仅一年时间 两淮盐厂全部用上晒盐法 如果苏北 晚北的民生能够恢复 仅期省地盘 赵汉的岁入就可能在明年达到2000万两 有了银子 做皇帝也不需要 还有半个月就登基了 明代的财政收入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即便在一条边法之后 也保留着大量食物税收 把这些食物税加起来 大明岁入肯定在1000万两以上 甚至有可能超过1500万两